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上周五态势应该讲是围绕2900点上下一个震荡的走势 在往上冲到一定幅度以后 那个大量的抛压出来 空方的力量还是比较强 还需要一个震荡 反复争夺过程 劫后行情 攻到3500 3600 甚至4000 也不是没有可能 那么1月21号 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在达沃斯论坛上表示 中国将继续干预股市 确保少数投机者 不会通过牺牲普通投资者的利益来获利 管理层的决心 是不是能够提振市场的信心呢 首先我觉得管理层的决心是很强的 我们看最近呢 央行开始公开市场操作的手段 注入流动性的市场 另外两个凭准基金 也可以对市场有个支持作用在里面 股市运行 如果能在3000点到4000点这个期间 对投资者心态是能有一个稳定 1月22号国际市场上原油大幅反弹 全球股市抛售的恐慌情绪稍有恢复 那么国际油价是否开始奇稳反弹了呢 近期这个油价的下跌 原因呢 主要欧美的原油库存也有增加 你们说近期伊朗 它现在开始恢复这个出口情况下以后 对市场也有供给增加在里面 油价呢 你说现在就 说这大幅反弹可能性不大 但如果从投资的角度 个人认为这个可能 基本上到一个投资区域里的地方 钢铁相对煤炭这些 有个动作 主流资金 它也有相对布局在里面应该 好的谢谢 那么需要了解更多有关护港通的消息 请大家登陆中国经济网韩文频道